北京时间11月3日消息 2022年体操世锦赛 在英国利物浦结束第五日争夺 男子团体决赛 中国队尽管安马发挥不够理想 但之后几个单项都较好发挥出水平 最终以总成绩257.858分夺得冠军 顺利拿到巴黎奥运会团体门票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队超亚军 日本队四分之多 优势明显 英国队获得继军 入围男团决赛的八支队伍分别是日本 英国 美国 中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巴西和韩国 决赛前三名直通巴黎 第一时间获得2024年 巴黎奥运会团体赛入场券 中国队在资格赛排名第四 决赛中张伯恒打满六项 孙伟和杨嘉兴各四项 邹靖元和尤浩各两项 中国队第一个单项是安马 孙伟打头阵 他出现了小失误 但整体完成的比较流畅 得到了13.633分 随后亮相的张伯恒和杨嘉兴也有小瑕疵 分别得到13.966分 13.433分 中国队在这一单项拿到41.032分 中国队第二个单项是吊环 率先上场的邹靖元发挥相当出色 成套动作质量很高 只是落地有一个小晃动 结果得到了14.866分 老将油耗难度比较可观 落地向后迈了一步 得到14.633分 张伯恒也有上加表现 得到了14.133分 中国队在吊环得到43.632分 总排名从第五升至第二 中国队第三个单项是跳马 三位小伙子顶住压力 杨嘉兴720度转体虽然有晃动 但基本上站住了 得到14.533分 张伯恒助跑有力 成套动作干净利落 落地也稳稳站住 得到了14.966分的好成绩 孙伟落地迈了一大步 但站住了 得到13.833分 中国队在跳马得到43.332分 前三项过后 总分127.996分 排名升至第一 中国队第四个单项是双杠 油耗以稳为主 降低了难度 最后难度分6.3 经过申诉后 他的难度分为6.5 最终得到14.866分 张伯恒的表现虽然不如油耗 但整体质量也比较高 得到14.366分 邹靖元发挥相当出色 拿到了15.766分的高分 中国队在双杠发挥出彩 得到44.998分 总分172.994分 巩固了第一的位置 中国队第五个单项是单杠 孙伟得到14.666分 张伯恒和杨家兴分别得到14.433分 13.433分 中国队在单杠得到42.532分 中国队最后一个单项是自由操 孙伟得到13.866分 杨家兴得到14.200分 张伯恒得到14.266分 中国队在自由操得到42.332分 六项总成绩257.858分 获得金牌 日本队以253.395分 获得亚军 英国队以247.229分 获得季军 这三支队伍第一时间获得巴黎奥运会团体入场券